一朵朵焦嫩玉滴的玫瑰花 帶著鮮明粉嫩的色澤 鼻尖嗅到的不是花香 卻是一陣誘人食欲的肉香 這獨門玫瑰卷 滿滿培根閃著油光 烤得微微酥脆的外皮 入口層次分明 馬祖代表性的紅糟包覆其中 濃郁香氣竄了出來 在口中完美融合 因為這邊很冷 冬天非常的冷 冷的時候他們就會去釀酒 所以我們釀完的老酒之味 都有很多的紅糟 這些紅糟就可以拌入到我們的食物裡面 塞滿嘴爽快吃超滿足 美味美形的玫瑰卷 靠的是巧手堆疊的細緻 帶有酥皮層次的餅皮 一條一條手工切 用法式甜點的概念做改良 塗上滿滿紅糟 酒香就這樣均勻的染上餅皮 培根在其中安穩就位 隨著指尖移動化作美麗夢幻的花朵 進烤箱前染上一些溫熱酥脆 就是必吃的獨門小點 同樣運用馬祖元素的還有這一道 紅糟滷製而成的杏鮑菇 用滾刀把切成一塊塊 接著大碗白米飯上擺好花椰菜 玉米筍 紅蘿蔔跟杏鮑菇等滿滿蔬食 這時候主角就能華麗登場 一大塊肥肥厚厚的控肉 幾乎把碗塞滿了一大半 肥瘦筆7比3的豬五花 經過一小時的滷跟燜 才能有入口即化的軟度 我們最後一個步驟 我們再領一點點的馬祖老酒 去做提它的味道出來 讓它呈現更好的味道 酒香讓鹹中帶甜的控肉更回甘 肥嫩的在嘴裡融化 蔬菜清脆 醬菜夠味 老酒跟紅糟就是正宗馬祖味 這裡不只是間餐廳 更是融合了藝文跟創意的活動空間 這邊是一個老屋活化的場域 可能有一個餐飲的基礎 然後來開一些共享空間 它就會變成是 台灣人來到馬祖 認識馬祖的一個地方 充滿願景的大山 過去是個不折不扣的科技人 離開相關產業後 融合世界各地的旅遊經驗 開始做起地方創生的工作 馬祖的魅力讓他停下了腳步 我覺得來到一個地方 為什麼會留下來 我覺得也是一種緣分 來到馬祖 我覺得馬祖它有別於 台灣一些不同的地方 那這邊有保留了很多在地的 閩東的文化 然後這些戰地的遺跡 抬起頭四處看看 整個空間充滿了馬祖印象 木造的老屋建築 牆面上的老窗 拼湊成巷弄地圖 海裡廢棄的漁網 浮球 在這裡都重獲新生 成了店裡最有溫度的裝飾 這裡的食物 同樣也都在訴說著文化的故事 馬祖這個地方跟大陸比較近 它有把激光餅 導入到馬祖的生活文化裡面 然後再加上現在養生的元素 所以做了五種口味 煮炭 紅棗等食材的顏色 讓傳統激光餅變得五彩繽紛 沾上果醬一起吃 酸甜滋味配上有嚼勁的口感 就連年輕人也喜歡 搭配特調的奶蓋紅茶 跟老酒氣泡咖啡 檸檬 蜂蜜跟老酒尬在一起 苦澀中帶點酸甜 老酒香氣就彌漫舌尖 美食帶來人潮 不只島上的在地人 外來的遊客也是一起在此相聚 舉杯暢聊 享受這獨有的溫暖氛圍 馬祖很可愛啊 那當你來到這個地方之後 把自己融入成這邊是一體的 那這樣子的過程裡面 你才有辦法好好的去感受在地的一些特色的文化 它的DNA是什麼 融入在馬祖南竿的小漁村 海邊的風 何許的陽光 歷久不衰的獨特魅力讓人停下腳步 徜徜在這片海島的穩立風情